小妮妮居然还买了冬布和筒子 冬布也太可爱了 我的刷子还小 谁还配这个小筒倒是刚刚合适 小妮妮 你买这些清洁用品 你打扫过卫生吗 假期余额不足 晚上要开学了 一点也不开心 你不开心吗 我看你挺开心的 买了这么多快递 人买的这些东西 都是为我上学做准备的 小妮妮又再为自己乱花钱找借口 那我们就看看 这外部你到底是啥 老公来说说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学呢 什么时候开学呢 你不要再说了 小妮妮 那个快递是啥 啥 小妮妮居然还买了冬布和筒子 冬布也太可爱了 用了刷子还小 喜欢配这个小筒倒是刚刚合适 小妮妮 你买这些清洁用品 你打扫过卫生吗 家里的卫生都是我自己打扫的 我可是一个勤快的小姑娘 谢谢 好好看的口罩 想不到口罩也有这么少女的颜色 为什么就买不到呢 疫情期间小妮妮也要注意防疫 你看小妮妮 你的脸太大了 败不上 不是我的原因 是这个口罩没有弹性 好吧 是这个口罩配不上你 我们继续拆快递 小妮妮你还嫌自己的粘食不够吗 又开始囤货了 又拆软软的 是不是棉花糖 我先帮你拆开看看 这是个啥糖 跟宝宝用的泡沫似的 这能吃吗 继续拆 这是一个小鱼缸吧 哎呀这也太可爱了 但是可惜啊 没有这么小的鱼让你养 猜 吃一杯买茶 但是我怎么觉得这像是一杯女无水啊 包装上的怪物看起来有点吓人的样子 小妮妮怎么去买些沙丢的玩意儿 这又是啥 又不是一个铁筒 这不是有一个筒吗 干嘛又买一筒啊 继续拆 软软的 软软的 薄薄的 这是地盘吧 地盘还能有手掌大 好迷你啊 继续继续继续 不要不湿 小妮妮你也太迷谱了 你杯多大了 还用得着它吗 我现在是用不着 但是最近要不湿打折啊 我先腾起来再说 赞 划 划